欢迎大家收看中国财经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恒大表示将修订其重组计划 中国正在权衡在台海冲突中减轻美国制裁的选择 美国加强规定限制了阿里巴巴和百度的人工智能芯片开发 摩根士丹利警告不要在中国股市低点满入 请大家收看 中国恒大表示将修订其重组计划 日经亚洲 中国恒大集团根据其提交给香港交易所的文件 以修订其拟议的重组计划 以符合公司的客观情况和债权人的需求 此举导致原计划在香港 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金群岛的听证会被取消 修订计划的决定可能会影响恒大电动汽车子公司 中国恒大新能源汽车集团的股票发行 中国正在权衡在台海冲突中减轻美国制裁的选择 路透社 中国研究人员研究了西方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的反应 并建议如果与美国因台湾发生战争 中国应该在美国制裁下创建一个全球网络的公司 没收其国内的美国资产 并发行以黄金计价的债券 这些建议是基于中国政府相关研究人员 对对俄罗斯的制裁及其对中国的潜在影响的分析 研究人员警告称 中国经济规模更大 对先进外国技术和商品进口的依赖程度更高 意味着与西方的制裁斗争 可能比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制裁斗争更具破坏性 因此 这些研究人员敦促中国为这种极端情况做好准备 确保其金融和经济稳定 一些研究人员还建议 中国应增加与美国及其盟友的经济联系 以减轻潜在制裁的影响 而不是寻求替代的融资和贸易方式 美国加强规定限制了阿里巴巴和百度的人工智能芯片开发 金融时报 中国科技巨头阿里巴巴和百度 可能不得不依赖过时和库存的芯片来推进其人工智能AI计划 因为美国对芯片出口管制日益加强 新的限制将迫使中国科技集团转向类似于NVIDIA 于2017年发布的V100的AI芯片组 以训练和运行生成式AI模型 然而 自耐时以来 芯片已经变得更加先进 给中国在AI发展方面追赶的努力带来了存在性挑战 这些管制还增加了需要许可证的先进AI芯片的数量 而这些许可证很可能会被拒绝 摩根士丹利警告不要在中国股市低点买入 彭博社 摩根士丹利建议投资者不要购买中国股票 并警告称 除非进一步放宽政策并且市场情绪保持脆弱 否则外国资金可能会继续抛售 从8月7日到10月19日 外国投资从中国A股市场流出的资金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阶段 累计流出221亿美元 创下了股票通历史上的最高纪录 由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 经济下行压力增加以及持续存在的房地产危机 全球基金一直在抛售中国股票 摩根士丹利建议 需要中国宏观经济的根本改善和政府的刺激措施来恢复投资者信心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一直在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新闻动态和深度分析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中国恒大 中美台海关系 中国科技巨头 以及中国股市的消息 首先 中国恒大集团表示将修订期重组计划 以符合公司和债权人的需求 这一决定导致了原计划的听证会被取消 可能对恒大电动汽车子公司的股票发行产生影响 接下来是关于中美台海关系的消息 中国正在考虑减轻美国制裁的选择 中国研究人员建议中国在遭受制裁时采取一些措施 如没收美国资产 发行黄金债券等 这些建议是基于对俄罗斯制裁 及其对中国的潜在影响的分析 警告中国要为这种极端情况做好准备 此外 由于美国对芯片出口的限制日益加强 阿里巴巴和百度可能不得不依赖过时和库存的芯片 来推进其人工智能计划 这给中国在AI发展方面追赶的努力带来了挑战 并增加了需要许可证的先进AI芯片的数量 最后 摩根士丹利警告投资者不要在中国股市低点买入 并表示外国资金可能会继续抛售 摩根士丹利建议 需要中国宏观经济的根本改善和政府的刺激措施 来恢复投资者信心 以上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关于中国恒大、中美台海关系、中国科技巨头 以及中国股市的动态 我个人认为 中国恒大的重组计划修订 是为了符合公司和债权人的需求 这是一个积极的举措 对于中美台海关系 中国需要做好应对的准备 同时也要加强与美国及其盟友的经济联系 以减轻潜在制裁的影响 在人工智能领域 中国科技巨头面临一些挑战 但也有机会通过技术创新来弥补差距 至于中国股市 需要政府的刺激措施和宏观经济的改善 来恢复投资者信心 最后 我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定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大家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编辑坡达